其實被分為療癒戲女孩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就是被蛋黃哥給療癒了 所以如果說我能夠有一點點的機會能夠療癒人的話 那我會覺得非常的幸運 非常開心我的自由年代可以入圍金鐘獎 但是就覺得說這是大家一起努力出來的 而且也非常謝謝粉絲朋友們的支持 還有評審們的認可 所以就希望說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不管是我的自由年代或者是台灣戲劇 其實完全不會覺得可惜 就覺得說自己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間 那就會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加油 看內地拍戲其實我最注重的就是寶石 因為如果臉部就是或者是身體啊 頭髮等等的都滋潤了水潤了 整個心情就會覺得好像堆堆的 然後就會很可愛的感覺 我覺得愛發懶也不能不愛美 所以為了讓自己可以美美的保養這一塊 絕對不能偷懶 其實我一定會趁著就是像這樣子屈城市辦 週年慶的這個機會 就趕緊的列清單 每天的生活就是 欸好像我這個東西還不夠 欸這個東西好像需要補足了 就會把它列清單 然後一次的買齊 不會錯失任何的機會 那就ч� 比我更快 很開心 謝謝